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一个偷懒 就是说我也建议你可以去淘宝上买这个小贴纸 或者是你自己拿家里的什么纸把它粘上去也行 记得你最后登上舞台要演出的时候要把它拿掉 要不然被人家看到很丢脸 好 那当你会知道和弦按哪几个格的时候 为什么弹起来还是不好听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F 我的F为什么这么好听 而你的F是 像放屁一样呢 这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三个字 叫做没按牢 你一根弦一根弦的检查 从靠近下巴这根开始 像放屁一样 为什么 没按牢 好听了 就是要按这么牢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妹子 手上有指甲你就完蛋了 因为指甲会让你的手站不起来 站不起来 会倒下来 倒下来以后你的肚 手的肚子就会碰到别根弦 对 所以第一个原因叫什么 三个字一起说来 嗯 嗯 嗯 对啦 三个字 好 第二个原因比较长 大概有25个字 是这样的 我这根弦没按 也这么难听 为什么 原来是我这根手指 虽然不按它 但是我的这根手指太肥了 我的肚子碰到了另外一根弦 所以弹起来像放屁 好 这里面大概有25个字 来 我们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一起说 预备来 没按老 好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一起说25个字 预备 开始 别根手指太肥了 所以肚子不小心碰到别根弦 所以弹起来像放屁一样 对啦 就是这样 好 G也是 你按了G以后 你也要一个一个的检查 先检查 第四根 靠近下巴这根 嗯 很好 你知道为什么很好吗 因为 你不用按它 当然很好了 好 下一根 难听 难听 为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三个字 没 嗯 老 对啦 老了 如果你有指甲就把它剪掉 好 再下一根 第二根 没按 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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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难听 为什么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25个字 预备 一起说 别根手指太胖了 所以倒下来了 肚子碰到了别根弦 所以弹起来像放屁 对啦 就这样 所以呢 就用这个精神 首先 你已经会看了这个格子图 所以你理论上 你每一个和弦都会按 你可以 你对别的和弦有好奇的话 你可以去搜 比如说搜 优克莉莉 F和弦 优克莉莉 E和弦 优克莉莉 A minor AM和弦 他都会给你这样的图 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当你看到那个图 你弹起来还是不好听 记得老师讲的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三个字 预备说 嗯 老 对啦 第二个原因 二十五个字 预备一起说 你的手指太肥了 所以不小心倒下来 肚子碰到别根弦 所以弹起来像放屁一样 对啦很好 就这样今天这堂课到这里结束 那么快点 那我可以去打了 你会在门儿吧 其实你能够修肉 会不会做的 在这种衣服吗 那 staying maybe 优优的 我们在这种衣服 没来就好了 你要把他 继续 哦 那又不容易